为了让小朋友能够从小学会尊重身心障碍者 同时培养同理心 杀鹿国小和性妄爱智能发展中心合作 除了播放生障朋友的记录短片 传达出永不放弃的生命故事之外 还特别邀请到生障朋友小璇上台 向孩子们介绍她的生活日常 透过这校园宣导活动 让尊重生命的概念从小扎根 你看她走路就不是很稳 所以她还是需要人家去做她走 投影部幕上播放着生障朋友的记录短片 同学们也看得相当的专注 为了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够学习尊重身心障碍者 在杀鹿国小的邀请下 性妄爱智能发展中心也前进到校园 与孩子们分享生障朋友的生命故事 虽然他们身体都有状况 可是他们还是很努力 就是那个小璇她很可怜 然后呢都没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呢家里也很脏 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 就可以帮助他们 现场的安排有奖争达 除了提高学习兴趣外 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 更了解生障朋友的生活难处 因此邀请到生障朋友小璇特别献身 向孩子们来介绍她的生活日常 不管是切菜煮饭 还是制作手工作等都难不倒她 很高兴我是来分享那个故事的 那像刚刚她在台上去做分享去说话 虽然她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其实她真的很棒 她真的讲得算很顺了 然后呢她也真的很有自信 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特教生 那其实不光是在集中式特教班 也都在普通班都有一些特教孩子 那会很需要说孩子们学习呢 如何去帮助这些 然后可能学习比较缓慢的孩子 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多一点等待跟包容 周深也希望透过校园的宣导活动 除了分享生障朋友 永不放弃的生命力成败 也能够这样尊重生命 以及互助精神从小炸根 继续成不汉台中采访不到 看起来 asedûnd拉 我 帮助于